两岸不管碰到什么瓶颈困难 还是要交流 就是大势所趋了 1988年7月9号 台湾水墨画家江明贤的个展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消息在海峡两岸都引起轰动 彼时两岸交流并未全面开放 作为两岸分隔近40年来 首位到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台湾艺术家 江明贤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突破之举 被著名画家董寿平形容为猛龙过海 江明贤出生在台中 1988年2月 他到香港举办个展期间 受到赴北京和上海办展的邀请 尽管从未去过大陆 但他对大陆充满向往与憧憬 经过衡量 江明贤欣然接受了邀请 读万件书行万里路 这个都是要作为一个画家 一个自古以来的必备的一个条件 因为我承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洗礼 我当然对大陆充满了这个憧憬跟幻想 那当然再加上这么一个机缘有机会 所以我当然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 少时求学期间 江明贤与同学们常偷偷传阅从香港带来的大陆名家的画册 期盼着自己也能清零大师笔下描绘的名山大川 在北京开展时 经文化部门牵线 江明贤登门拜访了黎柯然 多年信任得偿 他跟我毫无关系 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台湾画家 因为见面 他这么客气 这么和气 这么热心 本来说半个钟头 结果单路快两个钟头 还要留我吃饭 你怎么好 这个相当受我感动的 清代画家石涛主张搜紧其风打草稿 江明贤说 写生是作为画家的基本 此行 他第一次登上从画册里临摹 在诗词里读过的黄山 感慨万千 血缘还是一样 这个中华文化 不管是文化的血缘 还是实质的这个同胞的血缘 所以有想要到大陆来走一走 看看开画展 我想对我来讲 甚至对一般人来讲 我想就是很正常不过的 此次办展期间 江明贤还结识了吴作人 黄昼 范增等诸多大陆名家 参观了大陆的名胜古迹 名山大川 收获颇丰 创作思路和技法 也得以大幅拓展与提升 展后回到台北 江明贤被检举 而遭到台当局限制出境两年的处罚 被任教的私立大学解聘 家里的电话也被有关部门监听 台当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员提出 要他写一份回过书 最终台当局出入境管理部门 还是给江明贤发出了出境许可 此后江明贤频繁往来两岸 写生创作举办展览 组织台湾画家和学生 到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和写生 也协助大陆画家到台湾举办展览 他往返两岸两百余趟 足迹遍及大陆31个省区市 达成了划遍每个省区市的心愿 被誉为海峡两岸一谈十者 元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由于历史原因一分为二 分藏两岸 在两岸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 2011年6月 富春山居图在台北合璧展出 同年9月 由大陆画家宋雨贵 台湾画家江明贤共同竹笔 历时一年完成的66米长卷 新富春山居图在北京展出 两岸画家共会议图 更为两岸艺术交流留下一段佳话 我是当台湾的竹笔 宋雨贵当大陆的竹笔 那我们就画比较长啦 就从杭州画去画到富阳 铜炉 一直画到千岛湖 所以有别于 这个黄公文化的富春山居图 画家的画 你动了笔 谁敢改你的画 那是犯了大忌啊 所以画家都很自主的 很有个性的 所以 由新富春山居图的和会 我们得到一个 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以来 能够逐步壮大 江明贤说 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 其作品可以属于全世界 但必须有其自己文化的根 江明贤说 近年来 中国书画在国际艺术品市场里 越来越受到重视 与国家的发展进步 密切相关 不管东方西方 国家强盛啦 经济富裕啦 这个艺术 才能够谈艺术的发展 就是 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写 写出来的 谈及两岸文化交流 江明贤说 两岸文化文源相同 两岸同胞 对于艺术的心灵感受 是相通的 江明贤强调 要对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文化感到自信 不止两岸 全世界的华人 甚至对中华文化 有信心的西方人士 都期待他们 共同来推动 中华文化的发展茁壮 我觉得中华文化 要将来推向国际 不只是靠 官方的力量 这个民间 应该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对自己 中华文化要有信心 我是非常有信心 中华文化 未来会变成 使中国变成一个 富强康乐的一个文化大国 你成为文化大国才会受全世界受敬重